看到福宝被不良游客乱扔东西后 宋爷爷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这天小福宝像往常一样在外场营业 没曾想一不良游客竟突然向他乱扔东西 被吓到的福珠珠赶紧躲进宋爷爷怀里 爷爷看到后满脸心疼 立马拿起话筒怒斥不闻名的游客 之后他从旁边摘了一朵蒲公英红大孙女 但很明显福宝还惊魂未定 吓得直接拿小手向爷爷一甩 生气的宋爷爷望着人群想找出罪魁祸首 此时他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之后福宝走到哪他就寸步不离地跟到哪 但想来想去宋爷爷还是替大孙女生气 最后干脆直接抱起福珠珠往家走 礼貌地向游客表示今天不营业了 宋爷爷那么爱福宝 甚至想把世间美好的一切给大孙女 又怎么会忍心看到他受一丁点委屈呢 在宋爷爷眼里福珠珠就是最完美的小熊 就连福宝吃东西 他也能现场编出上万次的赞美词 不少网友表示福珠珠 绝对是自己看得最仔细的一只熊猫 宋爷爷的对脸拍把福宝的鼻孔 牙齿耳朵眼都拍得清清楚楚 毕竟在他看完孙女360度无死角怎么拍都好看 而宋爷爷对福宝的爱能有多窒息呢 把正在美美睡觉的大孙女吵起 这是恐怕也只有宋三岁干得出来了 宋爷爷最喜欢的就是和福珠珠粘在一起 并且是怎么贴贴都不够 有时甚至还要抱着大孙女的脚丫子狂戏 也难怪有网友感叹 宋宝每天上班就跟谈恋爱一样 在他眼里福宝甚至连拉的青团都是像的 看到福珠珠进行高空抛份的大动作时 宋爷爷会毫不犹豫伸手去接 成功接住后还一脸骄傲的扁肥眼 虽然宋爷爷有时表现得像个凡雄精 但其实福宝对他很是依赖 当爷爷忙于工作采访没空理会他时 福珠珠会板着脸声闷起 之后他还在旁边捣乱企图吸引对方的注意 宋爷爷摸了摸福宝的大脑袋 是一怪孙女听话等自己一会 懂事的福宝然后就静静在一旁等待 当宋爷爷陪福宝玩耍时 公主会傲娇地把手给他的示威 如果真的被宋三岁惹烦了 福宝还会学着妈妈抬手打熊的样子吓唬人 而宋宝的走位则是和当时福珠珠害怕的样子 简直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如果说江爷爷对福宝是长辈对孙女的爱 那么宋爷爷对福珠珠则是失去理智的爱 很难想象等到福宝回国那天 细腻温柔的宋宝该有多伤心 但等到孩子长大的那一天总要面对分离 好在宋爷爷在有限的时间给了福宝无限的爱 而无论在哪里这段美好的回忆都会一直温暖他